比赛策略是弱项少丢分 强项多拉分 这样才能在最后的比赛中获得更好的成绩 好 现在看滕海斌的阿玛 马头一个打滚360 这也是一个地骨的动作 然后接了个吴国年 也是一个地骨的动作 而是挺身转体1080度 然后前移三位 然后仍接着后移 单环拳旋 交叉 交叉转体180 起倒立转体270度下 滕海斌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套动作 目前的排名情况是 虽然这是目前的排名 但是这个因为每项啊 每轮比的项目不同 所以呢这个排名基本上 第一第二第三轮不代表什么任何问题 特别是第一轮 乌克兰排第一是因为乌克兰这一轮比的是跳马 我们知道跳马的起评分难度分动辄7.0 而其他项目就像自由操刚刚给大家说的 就那么难的跟头穿 也就6.5 6.6 6.7这样 所以每个项目的特点不同 难度分不一样 所以呢在团体比赛 加上各自队伍比的项目不同 所以呢前面几轮的排名 不代表任何问题 日本队第一位比安马的是 小林延野 安马曾经是他们的弱项 但是现在他们的安马已经迅速的提高了 预赛这一项攀排第二队 这一项攀排第二队 交叉启道立 前移三位 后接后移三位 三位拳拳转转体 啊 他在做挺身拳拳转体的时候 轉到了中間 馬東的時候掉了下來 日本隊碰到了坎了 這次他們的唯一目標 就是在團體比賽當中 他們的目標 就是男團的金牌 預賽 這支隊伍是排名第一的 出現了這樣的失誤 馬頭打鼓 挺身 打鼓 好 光從難度來看呢 他們和美國隊阿瑪的難度 就上場這三個人 差得不算太多 基本上難度是旗鼓相當的 但是美國對他起碼 他不失誤 這個英雄人他的全弦 你看他的寬沒有充分的展開 在按規則以後去扣分 包括分扯 區寬 也都是扣分的重要的一些 得分14.066 這個分還是比較高的 這個分還是比較高的 加上升 加上升 鼓屏十字 再彈上升 鼓屏十字 這是非常難的一個動作 這是非常難的一個動作 右坐了一個鼓屏十字 小 SMS 幾乎十算 幾乎十字 朝這次拍到 仇進 前驅兩次的水平 勝 很期待